這部分的Chemotherapy 那這是我的Outline 對不起張主任字有點太小 那個主要都還是分上下半場 一個是Porset Cancer的Chemotherapy 一個是UC的Chemotherapy 其實都是老生常來一些東西 只是說我們現在藥物越來越多 Chemotherapy除了我們最大的Evidence之外 那目前我們Clinical Practice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UC也是一樣 在一線我們大概已經非常熟悉了 在二線的時候到底還有什麼選擇 因為最近都被IO搶了封頭 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呢 我們先看一下在Porset Cancer的部分 我們知道過去這十幾二十年 除了最傳統的ADT之外 後面其實陸陸續出現了很多新的藥物 從最早的Docetaxel 後面Arbiturone,Enzalutamide,Cabacetaxel 甚至連一些Cell therapy都有出現 那Chemotherapy的角色在哪裡呢 這是一張整理的 從最早我們當時發現ADT 已經沒有效果之後 我們能夠做什麼 最早就告訴大家可能是Sington Relief 當時最重要的一個藥叫做Mitocentron 我們俗稱小藍莓 他們達到說我們一開始希望的說 能不能延長病的Survival 就看這個Data來看起來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是有改善一點點 增加了差不多一個月半 可是Overal Survival 跟傳統的類固醇比起來 甚至還稍微差一點點 當時大家都覺得說這個化療對Porset Cancer 基本上是一個無效 但是大家不完全否定它的角色 因為它對Sington Relief 其實還是有一些幫忙的 PSA有一些Respont 還有一些人有達到一些Pen Relief的狀況 這個觀念一直到了2004年 Tex-327這個Data出來之後 大家才正式比較改觀 我這邊秀其實它當初的study是三組 Weekly的Docytoxel Tri-Weekly的Docytoxel 跟Mitocentron去比 那當時覺得類固醇其實都是一個對 Porset Cancer是有治療角色的一個東西 所以都沒有拿掉都有做用 那很最後終於狂天不負苦心人 它除了有PSA response之外 Tri-Weekly的Docytoxel 它有達到一個統計學上 Overal Survival Benefit 所以從此以後從十幾年前開始 Docytoxel就成了一個CRPC 一個標準的治療 那在這中間當然就有點戰國時代 也有新的Alburatorone Enzalutamide 那有一個其實大家有一點點 快要把它遺忘了要是Carpacytoxel 它其實在Docytoxel Failure的時候它也有它的Data 所以在最近這幾年 又有人把它拿到低線 就是說CRPC低線來使用Carpacytoxel 它想挑戰就是說Docytoxel 它有沒有比我們Docytoxel要來得好 它分成三組 一組是傳統的Tri-Weekly Docytoxel 一組是最早 這個Carpacytoxel 25mg per square 一組是比較 劑量比較低一點點 都是三個禮拜打一次 20mg per square這樣 結果 很遺憾的就是說 做出來的結果 其實Overal Survival都差不多 Procretion Free Survival也差不多 就是說你拿到第一線來用 好像不會比較好 從這邊歷史的眼鏡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個結論就很簡單 就是說 針對CRPC的病人 如果你只看Overal Survival 真正目前答案有比較好的 就是Docytoxel Carpacytoxel也不錯 但是它並沒有比我們Docytoxel要來得好 所以這時間眼鏡其實已經是十幾二十年的一個功夫在裡頭 大家可以看到說 最早的只有Metocentron 的時候 病人的Overal Survival是怎麼樣 一年啦 就是說你進展到CRPC 大概就是一年 那個時候已經沒什麼藥就是一年 可是慢慢的進到Docytoxel這個年代 開始到一年半 就是說即使化療除了化療有讓人要進步之外 我們好像還有一些其他方法 即使你拿到 把Carpacytoxel拿到第一線來用 這些病人 Overal Survival已經是過去的兩倍了 兩年以上了 這表示什麼 就是說化療角色好像有一點點 不是說它不重要 而是說它可能只是一個過程 它即使失效 也許你還有其他的一些藥 包括這個Radiant223 包括我們Arbitron 用 病人Survival會更長 那接下來的東西就更混亂 我們到底化療的角色 到底佔多重 剛剛講的都是從Overal Survival的觀點來看 就是你有沒有Benefit 講白就是Docytoxel還是低線的治療 可是我們有時候跟病人在解釋 病人年紀都比較大 他關心的是什麼 你跟他講PSA response 你今天PSA從150降到140幾 其實有時候老先生聽不太懂 這代表什麼 跟血壓不是一樣 Radiology response嗎 還是你能夠多活多久 或是Oversal能多 我們跟病人解釋 有時候說你這樣的治療 打化的可以多延長你 兩個月多的存活率 病人就生氣了 你只能讓我再多兩個月半 其實他們真正 病人擔心的比較多是什麼 還是他的Life quality 我想說這是在各位前輩的在 daily practice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對CRPC的病人 請問有KEMO 有Albiriton 請問各位 比較常用的是KEMO 還是其他的 這些新一代的荷爾蒙 我相信 大概八九成以上 都是用這個 是大家在否決化療的效果 不是是病人自己 就覺得我不想打化療 為什麼 Life quality is the major concern 所以到底我們延長survival的同時 到底病人有沒有 有沒有Life quality 有沒有比較好 其實Tex上樂器 當初在NHM弄出來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話 就是說 其實 就pain這個量 這個字比較小 疼痛的控制上面 其實他是有改善的 大概 不管你是weekly 還是tri-weekly 都是有 將近三成 會得到改善 那這個Life quality 是一個比較 稍微沒有那麼 那麼客觀 那就是用問卷調查 發現其實也是有改善 那這邊可能就會大家都會想說 以前考的時候告訴你說 tri-weekly的Docita是比較好 可是我們如果稍微看一下 對pain relief的duration response duration 是哪一個最好 其實不是tri-weekly的Docita 是什麼 是weekly的Docita 他可以怎麼樣 他每天讓你那個pain relief 可以高達怎麼樣 五個月多 反而 tri-weekly的Docita是最差的 三個多月可能那個pain relief的duration 就過了 好像還不如mitozentrum 所以有時候站在病人的角度 就是說怎麼樣對病人做是最好 其實光是看那個overseal 可能不是很多 所以這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我們可能會拿捏一下 那如果是capacitaso呢 他拿到前線的算 overseal level沒有比較好 請問他在我們症狀上的改善 誇得有沒有比較好 其實這個比較主觀的 這邊來看起來 好像也是一些controversial 你就是說 25 20 其實沒有比較 沒有誰比較好 誰比較差 有好有壞 但是說你純粹看在疼痛控制 請問capacitaso跟docitaso 哪一個控制是比較好 其實嚴格說起來 pain relief的這個pain relief 是docitaso比較好 所以再再說啦 不是藥比較新舊比較好 也不是藥比較舊就比較沒有效 也不是說你有延長survival 你說capacitaso沒有比較好 docitaso沒有比較差 可是在對病人他major concern 可能他想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所以結論非常非常簡單 講得那麼拉拉雜雜 還是一樣 Kemotory最早的角色 其實就是symptom relief 代表就是mitocentron 他沒辦法improve他的overseal 可是對病人的symptom是有改善的 docitaso目前還是認為標準CRPC 第一線的化療藥物 如果你站在說 他可以改善overseal survival的觀點 capacitaso25跟20 你拿到前線來用 基本上都沒有比docitaso 來得要好 這個前提是說 你如果只是看他的survival benefit 那我們會稍微有一點點興趣想要看這個 Perstana就是把carpette拿到第一線來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 其實我來報告都有點不好意思 因為化療的那些data其實都是十年前 十幾年前的paper拿出來講 好像還有一點在炒冷飯 Perstana是比較最近的一個study 它的regional也很簡單 只是它的時空背景大概是差不多五年前他發表 可是五年前大家就發現已經開始有些人在用 Enzalutamide 有人在用Arpiretron 所以這邊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就是說 他們大概有20%的左右的人已經用過 Arpiretron 一點點的人用 Enzalutamide 所以大家會想說這些用過Arpiretron的人 再來用chemotherapy 到底capacitaxel Docitaxel有沒有誰比較好 結論是 其實是沒有差別 對不起 這邊不是我的結論 對不起 剛剛那段可以卡掉 對不起 他講的這邊是要講說 這Perstana拿到這邊來用之後 發現 capacitaxel 20跟25都沒有比Docitaxel來得好 尤其是哪些病人呢?尤其是你 Performal status相對不好的病人 就表示說 潛在我們其實 這個藥雖然比較新 可是相對來講 他也有比較多的毒性 他有比較多的毒性在裡頭 所以如果你的Performal status不是那麼好 其實老實講 雖然他沒有 卡的沒有比他差 但是這樣 Performal status不好的病人 你大概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還是打傳統的這個 這個Docitaxel就OK了這樣 那AE的部分 主要他還是在 那個Cytopenia Hematological的這個Complication 少數有一些病人 他會很奇怪 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會產生一些Hematuria的部分 我們科其實用這個經驗沒有那麼多 因為他相對昂貴 可是過去我們好像沒有這個經驗 會打到這個Hematuria 這個其實這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就不是那麼確定 好 那也有人在 剛剛講到說Life Quality 所以就有人想說 我們在治療上 雖然說Tri-weekly應該是王道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治療方法 能夠少掉一些Complication 其中一個就是 有人在倡導說 是不是Bi-weekly 會比Tri-weekly的Docitaxel要來得好 這是在差不多五年多以前 在北歐他們發表的Study 他們當時只是想說 一個比較Gentle的一個Cose 會不會延長病人的一個 這個 這個Kemocertia Exposure的時間 它就是一個50mm Bi-weekly跟7屬 結果很意外就是說 Time to Treatment Failure的時候 Bi-weekly是比Tri-weekly要來得好 甚至 這個直接影響到它的Overal Survival 可以再延長差不多兩個月半 所以這 當時想說可能是怎麼樣呢 Bi-weekly的Dose 它其實在 在那個 Hematological的Complication 是相對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比較少的 可以讓病人比較大膽的去使用 少的Complication能夠長長久久 而且 轉移到它的這個 Overal Survival的部分 那除了剛剛講的 就是CRPC的這個Data 二線 Kemotherapy沒有什麼好講的 二線的Kemotherapy 主要就是Capacitaso Capacitaso 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在201年它發表這個Tropic Study 就是告訴你說 當你Docitaso也沒有效了 我們在使用 你還能用什麼 了不起就是最傳統的Mitocentrum 不然的話你是考慮 新一代的Capacitaso 結果它的PSA response大概還可以達到差不多一成五左右 另外Overal Survival可以增加差不多兩個多月這樣子 這才會已經是八九年前的Data了 那最近就是有人在講說 一樣啦 在這個setting 20mg跟25mg去比較 到底有沒有差別 結論是沒有差別啦 結論是沒有差別 而且20mg per square 甚至它的篩益會比較好 我剛剛原本是要講這邊 對不起 就是說它的時空背景 這個study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差不多兩成左右 兩成到兩成分別 是用了新一代的荷爾蒙治療 所以大家還是會比較有一點好奇 就是 已經 用過Arburetron 已經用過Enzalutamide的病人 請問我在劑量上用這個Capacitaso 20跟25 有沒有差別 因為這比較符合我們現在 我們大概第一線都會用這個藥 結論是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啦 你過去你有Exposure過這個Arburetron 沒有 沒有跟你用Capacitaso 用25還是20 沒有顯著上的差別 就看起來好像25稍微好一點點 同樣的如果你Performance status 不是那麼好 他不建議你打太重 Capacitaso相對可能它的毒性跟負重 是比較難Handle的 所以他們都建議 Performance不好的病人 不要勇於嘗試標準劑量 可能20 或是更輕的劑量也許會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簡單的這個結論就是 以前 化療腰 我帶Symptom Relief 後續 這些Capacitaso出來之後 就是能夠Prolone Survive 那除了在這個CRPC的setting之下 大家比較熟悉前幾年比較熱門的就是 Hormone Sensitive的setting 我們一共有三個比較大型的tri Gtac Chartid 跟Stompid 他的收集都是收集病人還是在Hormone Sensitive 剛開始用ADT的過程當中 Combine差不多四個半月左右的Docytoxel 看Survival有沒有Benefit 最早開始做的是這個Gtac15 他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是明顯是有改善的 甚至連Overall Survival你看這個60.9跟46.5 好像也是有明顯進步人家快一年多 可是他統計學上卻是沒有意義的 那後來Chartid跟Stompid他的設計 也都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後來在Chartid的這個Data 最明顯就是發現他在針對說 所謂的high volume disease Bormeter比較多處的 Visual Orgmeter這些病人 Early使用ADT加Docytato 發現他的Survival是有Benefit Stompid其實他收的又更廣一點 他有一些Local Advance他都收清 他也是一個Positive Result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人家有些事後去分析 除了說你在選擇病人上面 其實當時的時空背景 Gtac15 他其實只有很少很少部分 就是你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有Benefit 可是後面好像他很少的病人 能夠後面再有一些比較好的選擇 這些新一代的Hormone Therapy 反觀Chartid跟Stompid 後面可能都還有不同的一些治療 可以選擇 這就讓我們有一點點 會一直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Kemotherapy之後 你很早以前有Exposure的Kemotherapy 到底對你後面的治療 選擇什麼藥物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這是我們一直很想知道的 可惜這兩個Study 好像一直都沒有告訴我們一些答案 我們今天只能分享一點點 這個Gtac15的一些Data 所以這個是我們最早 這是最早我們知道的 以前我在當總醫師大概就是這樣 Hermone Sensitive 你就是ADT 沒有辦法就是開始做Docytaxel 再不行可能病人就是可能要用Cabacetaxel 當時這個新一代的這些 Abituron 當時台灣都還拿不到也只是指紋樓梯小 慢慢的不太一樣了 大家知道說健保給付規定 病人變成這個CRPC 其實第一線我們就可以用 Abituron或Enzylutamide 那這些病人後面在飛驢的人 你還能用什麼呢 你建議病人用Docytaxel Cabacetaxel 還是Abituron沒有效 你叫病人自費Enzylutamide 還是換過來 這有沒有Data 這個我們不曉得 或者是說現在我們更暢老說要Early Kemo Hormone Therapy 病人都還是HSPC 我們化學打下去了 一旦他PD的請問 你要ReChallenge Chemotherapy 還是用新一代的 這個Abituron Enzylutamide 那如果又PD的 我們後面還能做什麼 只有CnecoTry 還是Supportive Care嗎 這邊可能沒有什麼答案 我們寫一個最符合臨床 我們可能會碰到的 我們現在都是Up Front Use 這個Abituron或Enzylutamide AA302它其實之前就發表一個Data 就是說當初那些一開始 有用過Abituron跟一組 就是ADT alone 這些病人後來的治療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他發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當時那些 一開始就分到只有ADT alone 沒有用這個Abituron的病人 他去治療 他用Data 其實效果還是不錯 那如果一開始有用這個Abituron 之後他再用這個Data 其實他的Response rate 可以達到也是40% 如果回去回來看一下我們當初最早 最早這個Tax 327 這邊沒有秀出來 不好意思 他其實PSA response rate 也差不多就是30幾% 所以好像告訴我們說 你先前用這個Abituron 你後面真的不行了 你用化療 也是行得通的 可是這有一點點小吊詭的地方 就是說 Medium duration of Dositasal 才三個月左右 才三個月左右 那我們如果回去看最早的這些Data 就是說Duration 其實他用這個Dositasal 其實他可以用到五個月 六個月以上 所以這告訴我們什麼 PSA response rate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病人後面用化療 他也可以長長久久 這麼好 難說 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發現說 你一旦 比較後先用Dositasal 他後面 垮得其實蠻快的 一些Complication Cytopenia 這些都不是你PSA response 可以反應的 所以這部分是病人可能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一個real world的Data就是說 都已經upfront用這個 這些Abituron Andalutamide 這是在美國的一些報告 的real world 說出來說 實際上已經用過這些 新一代的這些Homo therapy之後 到底後面他們治療是怎麼治療 有人說我Abituron用的不好 我改換Andalutamide 我原本用Andalutamide 不好我改用Abituron 或者是我跳脫這個觀念 我直接拿回來老藥 用這個Dositasal 有沒有什麼Data呢 他大概都設計了大概說 RetroSpec 收集大概各一百多個病人 在整個在表現上 還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這不是一個真的Randomized 的Control Study 他做出來他就發現說 少數的病人 哪些病人他用這個 那個Dositasal會比較好 他是做出來發現 Tumor burden好像相對比較重一點點 像什麼Anemia比較明顯的 或者說這個LDH比較高的 這些病人好像你換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的這個Homo therapy 不會比你用這個 Tumor therapy要來的好 那或者說說有的是說 說這個Dositasal比較嚴重 這邊有一個Halabi Risk Go 其實我是後來看到這個 我才去查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也是把整個病人的 Performance status啦 LD就是中科去的 如果是比較Hired的用 似乎是比較好 所以很簡短很簡短的 在這邊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Upfront的 AI target agent 我們用的話 我們用Different的大概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不錯 但是好像在某些特定的 那個族群 你用尤其是Beseed status Tumor therapy比較重的 用東西似乎是比較好 但是還是回過來看 病人的Performance status 能不能承受你這個化療 有沒有辦法 不過的話就像剛剛那個AA302 AA302 他的後續Follow 很多病人可能就短短能夠治療 Response算不錯 短短治療可能 三個月左右 就後面一些 那如果說我們像前面 這個Upfront的 HRB的Khormone therapy 有沒有Data 當然是 CRB的Data 主要是來自一個Failure的Tri GTAC的15 他當初是一組單純用ADT 一組用Khormone therapy 已經用過Khormone therapy了 要是以後他又Failure了 請問 這個時候CRB是我們是要用Khormone therapy Challenge 還是用新一代的Hormone therapy 有沒有答案 這邊是告訴他們 就是說在原本就是ADT這一組 跟這個Docitase這一組 各有不同的比例的病人 使用不用的治療 在那個年代 Aburutum還不暢行 Andalutamine更是很少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ADT的病人後面 大部分都真的要做治療 都是做Docitase 少部分 這個一開始也有Docitase 大概22%病人有繼續做化療 我們就看一線 後面那些太多線大概看不出來 可以看這個是上面一開始都用這個 有用過Khormone therapy 而且用ADT的病人 如果他Failure了 再Retrange的Docitase 他Response rate是可以到達什麼樣 55.% 也不錯 那如果一開始就是ADT那一組 如果用Khormone therapy 他Response更高達8成 當然這邊是比較重寬一點點 他把這個 只要PSA有下降 如果你要說大於50% 那個可能是沒有那麼高 只要有Response rate可以到達到80% 所以這好像有點弦外之音 就是說 你前面的治療 你種什麼因應 後面可能得什麼果 你前面有用Docitase 後面突然就Failure了 你再拿出來用 我相信有一部分還是會有效 可是 可能你篩選出更多是Response rate 這些你可能 看你要Early使用這個 其他的 那個 新一代的Hormone therapy 或者想其他的方法 也許會比較好 OK 所以這是簡單的結論 Docitase的Response 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不會比你 換一個新的 AI target AR target的Sherapy 會來得好 那另外我們偶爾在臨床上 真的就會碰到一些東西 就是比較typical的Prostate Cancer 我們說typicalProstate Cancer 是怎麼樣 明明PSA不高 病人來說我們想要開刀 想要尋求名義想看到 可是一做檢查發現 早就已經Distant Meta了 PCS明明拆之後 死不到 而且Meta的地方很怪 有時候跑到腦部 有時候跑到肝臟 有時候跑到肺 甚至骨頭不會轉移 怎麼會有這些 這些人癒後好像都不是很好 你光是用ADT 好像治療的PSA 本來就沒有什麼高 你治療 下降一點點病人 還是更不舒服 後來發現這都是所謂的 我們後面會給個TEN Agressive Variant的Prostate Cancer 那他發現說有一些 就是說如果是他一開始 他 他是不是Osteoprocess 是Osteolytic bone 或是說Visor Meta的話 其實他發現很多 他其實都裡頭 都是有什麼 small cell的component在裡頭 這種病人 我們不管是用ADT也好 或是你用新代表 大概都不會好 反正是你要用 要Early的 Chemotherapy 已經有些零星的代表 發現你用Early的 Chemotherapy 而且是針對像這種 small cell去治療 有一些Plugin base的在裡頭 反正是能夠達到一些Benefit 所以有人倡導說 如果你發現跟你臨床 一般碰到的這個Prostate Cancer 不太一樣 你要稍微思維一下 有沒有可能是這一類的東西 好 那簡單後面講我們這個U-C的部分 U-C這個部分以前就很早 你就發現說 一旦你Meta了 很多Singl H 其實都有它的效果 可是它效果其實 不是那麼強 所以就會想說 Combination會不會更好 Combination 有這麼多的Study 有這麼多的組合 哪一種最好 其實都差不多 沒有一個最好最好的組合 目前我們最常用的就是這種GC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的Study就告訴我們 Gensata 跟我們講的VenVac去比 其實它Overal Survival其實是差不多的 而且它的Complication Rate 尤其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Hematological的Complication 相對是比較輕的 那所以這個衍生到 雖然說後面我們感到說 有一個Pactato拿到第一線來用 它的Response rate 似乎也比較高一點 可是同樣的 它是用一些比較高的 高風險的Sight effect來換的 所以目前GC似乎還是我們一線治療 也沒有說誰比它好 或誰比它差這樣 那二線治療咧 我們現在其實最大的難題是二線 大家可以看到說 前面這個整理的一些二線的一些Data 什麼Urenotic Ocyplatin Fosma 它的Response rate大概就是 5%到20% Obsma大概就是不到半年 差不多半年 那我整理出來Data 就發現好像有幾個Data 比較不合群 18歲的團體抽那麼高 Obsma好像稍微比較好 是哪幾個藥 一個是我們在肺癌比較常用的 這個Alinta Parmetrexate 或是我們在胰臟癌 用NAP 我們先稍微簡單一下 我們比較會講到說 比較有Evidence說二線的治療 是一個Vinbruning 它其實跟我們用了什麼Vincristine 它都很類似 它都是在針對 針對Micro-to-Beal 只是它的Data 比較Solid 它當初是跟Best Supportive Care去比 發現跟Best Supportive Care 它是有Benefit的 可是它的Survival 大概就是六個月 Response rate其實不到20% 好 那Alinta的話 它是針對是Polyase的代謝去治療 其實發現它的光是它的Porturexate 可以到達兩層以上 Dable體質大概又有兩層 加起來其實體質控制 是可以到達到四層左右 甚至它的Medium 這個Observal 是可以到達到快要十個月左右 那Porturexate 我這邊就跳快一點 它其實它的Retineal是說 它比較容易達到一個組織的穿透 所以在應用在一些零星的Data 有發現用在我們這個U-C的部分 它的Response rate也是可以高達快要三層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一些藥 還有包括我們用在乳癌的Rublin 其實它也是類似的藥物質 它的作用激轉 跟我們好像不太一樣 所以就有人在針對說 這已經 以前已經Explosion Parcacel Docytoxel 這些的病人 用使用上有沒有什麼幫忙 有沒有什麼Benefit 他發現不管你是First Line 又使用 或是它是Second Line 之前已經用過這個Tublin之後 它主要都相當不錯 都可以高達三層以上 那它的Medium Office可以接近快要十個月 甚至接近一年 所以如果當我們臨床上實在 沒什麼好選擇 所以Rublin是一個選擇 那Cardic Therapy 這是講出來的文獻上 大家嘗試過 真正成功的 沒有幾個 比較熱門的就是 像剛剛理事長提到的FGFR 當初其實就有人做過 可是發現它的Potency不夠強 一直到了這個藥 這個藥叫做 我一直不太會發 Dafidinib 它是一個Pen FGFR的Inhibitor 它針對當初的 去年ASCO就是報告 它針對有FGFR2或3Mutation 或是這個 強烈表現的這種UC 去做Study 後來發現 我直接跳結論 發現 使用上 不管是做這種 Keymose有Visual 或跟Meta 沒有Visual 其實它能夠達到Overall response rate 都可以高達四層以上 只要你在FGFR2或FGFR3上 有Mutation或是有強烈表現 都可以達到這樣的Response 那其他呢 當然還有我們這個 Anti VEGF 用在二線目前的Data 這告訴我們 跟Keymose Combine 它可以增加Response rate 而且可以做達成這個 Program Free Survival的Benefit 但是Overall survival的Data還不明顯 抱歉 後面講得比較趕一點點 對不起 時間的關係 所以在UC這一塊就 相對沒有講到那麼多 尤其有一些Mile Mark 有一些跟